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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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它们保存并培养在其体内 随后将它们扩散已造成大流行 ISCP-353的心情直接影响所记录的感染范围半径 在情绪激动时会大幅增加感染效力 ISCP-353似乎对上文所述的病原体免疫 但只有在被动储存时才会免疫 对象积极、自愿地培养、操控、改变其体内的病原体时 会使其出现疾病症状 症状从轻微到严重均有可能出现 症状仅会在对象积极试图改变病原体数量或品质时出现 大部分时候症状出现时间不会超过几个小时 检查显示对象能够将几乎所有的细菌或病毒 储存在他身体内 不过他只有能力改变自然在人体内生存的病原体 目前ISCP-353协议内存在超过1000种不同的病原体 其中包括人类免疫缺乏病毒、HIV、伊波拉病毒、马宝病毒 67种不同的普通感冒病毒株、单纯泡疹病毒、大肠感菌、 霍乱护驯、鼠疫感菌、SARS冠状病毒和疟疾 发现的病原体重至少有30% 是先前未被医学界发现 病可能是由ISCP-353自己设计的 使ISCP-353成为一个无价的研究资源 附入353-01 ISCP-353最初被发现于南非 当时他似乎正在试图感染伊波拉病毒 基金会人员追逐ISCP-353至德国德勒斯登 并出现其已经成功感染马宝病毒 并将该病毒传染给 对象在造成重大伤亡前被直接制服 并被基金会拘留 至今对象真实身份不明 因为对象仅将自己称为Vector 并没 并拒绝回答有关其过去的问题 ISCP-353称其旅行到西方世界 是为了寻找更多的疾病 将它们加入其收藏 当被问及原因时 对象出 因为我可以 以外不做任何回答 附入353-02 初期测试显示它能够熟练的控制 并改变周围对象体内的病原体 与控制它自己体内的病原体一样熟练 但是 它似乎更倾向于控制它自己身体内的疾病 因为这能让它直接获得操控的结果 同时 它控制周围对象体内病毒的能力 很可能代表它同样具有治疗并排出病毒的能力 另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 在成为人型SCP时 需要使用其SCP编号 由于SCP-353拒绝合作 它将被制服并受到惩罚 我们不是在这 来让它的X战情反派梦成真的 Sariya V佛师 附入353-03 因为这女孩就是个会走路的病毒定时炸弹 我建议我们把它麻醉了 绑在桌上 然后给它打大量的力巴尾灵 干扰素 即微久疗法来清理它身体内的疾病 博士 附入353-04 清理它的身体 不行 你知道它身上还有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吗 还有半达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病毒吗 但是研究的可能性 博士 附入353-05 有限研究批准 而5G 附入353-05 完全接受这个病美角色 对黑色装饰的迷恋 强权就是公理的态度 对传染而不是治愈的渴望 和对人类生命的蔑视 均标志着它带有极度恶性自怜 以及心理变态倾向 尽管疾病症状十分痛苦 它在改变和控制它体内的疾病时 表现出明显的愉悦 也使人非常担忧 请求进行精神检查 咨询或治疗 可能会控制它的恶劣举止 格雅斯博士 以上就是SCP-353 简单说 SCP-353是一位年轻的人类女性 有储存、操控并改造病菌的能力 能够传播也能治疗疾病 她使用能力搜集了许多病菌并传播 以此为乐 在被基金会收容后 因为体内罕见的病菌 而成为基金会的研究素材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最高兴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来的CPU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